这是不同世代有着不同的挑战与抉择 既是这一位 他的人生同样玩很大 要带您看这一位是翻转农村的柯丽智 电机器毕业 没有选择待遇优渥的工程师行业 他跑到了云林谷坑 种植有机玉米笋 原来说是因为舍不得 这里的老农只会傻傻地种出好东西 而不懂得量产与行销 于是他靠着租来的一分地开始实验 记录下每一次试种的方法 并且找出标准化流程 成功种出了可以量产的 有机红须玉米笋 这也带头来富裕当地的猪肉树蛙 想象过你的人的一生 原来你是可以支持很多的生命 去成长的过程 绿游游田野间 紫红色胡须摊出头来 一根根风营体态的红须玉米笋 还没收成就已经完销 这个须须如果大开了 大开了表示它成熟了 那你也不能够让须须黑掉或老掉 那就表示这个玉米笋已经过熟这样 所以基本上只要这个须须出来 大开 那基本上这一根笋子 就是我们今天要采的笋子 趁着一株株玉米碎 大队接力轮番苦丝 颗粒质得要赶在玉米笋熟透前 手工采收 那我们采的时候都要 这一支要稍微扶着 然后从这个玉米笋的肚子 有没有 直接搬下来 然后把这个外叶拿掉 扶着搬下来 把外叶拿掉 艳阳下灰害浓物 这些种植在云林谷坑的玉米笋 不止胡须特别红 花青素含量丰富 而且是有机栽种 这个笋子我们把它剥开 这个株株一般来讲 没有人去算过它有多少根 我跟你讲它有多少根 我问一百个人 一百个人都不知道 这个株株大概有四百五十根 也就是说 其实你这一根玉米或玉米笋 有几颗米粒 就代表有几只株株 因为它一个米粒就是一个粉房 我们都可以直接生吃 甜到你真的会感觉到很惊讶 研究玉米笋多年 成功种出可以量产的有机农作 改善农民收入 电机系毕业的他 用身体力行翻转农村 我不是念本科系的 我都跟他讲说 我这样念相关科系 因为我是设电机 做幽机 别别都有一支机 在我以前念电机理工的概念是比较逻辑化的思考 所以不是像一般的农民操作上是用情感的 像我刚才说 政策没策略 三不一共就会有 还是说我常常跟农民讲的是 这种观念是老观念 你观念如果没用 你就主持人一世人乘车 你看那个老农都是 车车都乘车 他没有办法能够规模化的经理 克力志来自屏东离港 从小家中务农 力志不当农夫 大学时期 他因为参加营队活动 接触土地环保 毕业后 没有选择待遇优渥的工程师行业 而是跑到榆林学校当志工 然后就看周边的这些农民 很努力地想要做有机 保护这个环境跟保护学校 因为如果你没有做有机 喷农药的话 这个学校第一个受到遭殃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要 帮忙这些农民 所以你知道说我们年轻人 比较容易能够找一些资讯 或者是找一些技术的资料 可是当你找到了很好的东西 想要去推荐给农民的时候 农民其实是给你打枪的 打枪的是因为我太年轻的 所以讲的话根本没有人要相信 大学刚毕业的年轻小伙子 用满枪热情换来挫折连连 最后他只好向台棠做了一番地 卷起袖子脱下皮鞋 脚踏实地下田去 好 那我们设定好 它航出去以后 那我们把锡做好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这样种植 所以它是要一穴一穴种植 所以其实还蛮费工的这样 它不像说人家机器跑过去 就把它完成了 有机种植的第一步 首先要找到没有药机处理的种子 它记录下每一次试种的杭朱醋 季节气候无时肥量 再找出标准化流程 确保未来农民可以种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 你已经采下去了以后 你就没有回头路可以选择这样 因为我觉得说 当你采下去的时候 你看到有机农业更多的瓶颈跟面向以后 你越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越想要解决那个问题 越想要解决那个问题 那你就问题永远都无穷无尽了 从一分地的实验 扩大到五分地 又扩大到一甲地 如今它的实验农场高达七甲地 玉米笋还没收成就已经完销 爽脆香甜的秘密 就在这抽花的动作 如果没有把这个公花抽掉的话 基本上它上面的公花的粉 如果掉下来到这个母花上面 它就进行瘦粉 瘦粉了以后 这个笋子的米粒就会开始成熟长大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公花抽掉的话 基本上就不让它受粉 所以基本上这个笋子就会比较纤细 比较细嫩 所以吃起来的口感甜度都会比较好 它就必须要一株一株这样子抽 一株一株这样子抽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你当夜晚上手是摇不下来的 人工抽花无法用机器代劳 但比别人多费一道工 就能换来更好品质 但当它鼓励更多农民 一起加入善的循环 却没能来得及挽救自己的家人 我在帮助农民这个过程当中 我哥哥就得了癌症 那他就是灌情农业 一直做到现在 做了可能有十几年这样 2014年 屏东老家务农的哥哥厉害过世 悲痛之余却也更坚定他推动有机农业的决心 他结合附近农友 将脏乱不堪的西埔地 打造成猪罗树挖的家园 那我们为了要富裕猪罗树挖 我们还在里面挖了两个生态池 挖了两个生态池 其实第一个是饱水 第二个是你会看到很多的杂草 那事实上是我们故意不要去清理它的 那去清理它的时候是避免干扰它的生活环境 台北鸡的红须玉米笋 支持着土地环境与生态保育 14年来 它四处辅导农民有机种植 为了不让产销失衡 2016年 它成立谷坑有机农业生产合作社 集结众多小农的力量 做进化生产与整合行销 甚至感动大型卖场通路与它合作 来来来 有机的玉米笋 今天好买得吃好买得吃 我们希望第一个是 是来自于台湾当地的食物 第二个部分呢 红须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商品 尤其对女生来讲排水非常好 那怎么样可以减少食物浪费 把最好的营养价值留住 这种玉米笋的啊 是这样整茶水 就要种力量 评价有机的农作 让消费者在守护环境的同时 也能吃尽安心和健康 可立志带领在地农民 加入大型通路 串起一股善的涟漪 在台湾土地上渐渐发酵 特别整理&字幕积吉隆 吃得更适合 邃委论 中文百分之 champagne 予渐 小